如果有机会跟已经去世的亲人对话 你会愿意吗 别误会这可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而是由Hereafter开发的一款应用 Life Story Avatar 在这里亲人一生的全部故事 都会变成这么一个头像 通过文字语音图片跟我们聊天 这款工具的创始人James Blahos 在知道他父亲肺癌晚期后 记录了父亲长达20个小时的对话 再把对话输入到一个叫Deadboard的聊天机器人当中 因为有了父亲的记忆 Deadboard的回答甚至语气都跟父亲一模一样 这个聊天机器人极大的治愈了James失去父亲的胚痛 于是他把它发展成为了后来的Hereafter 希望更多的使用者能被治愈 你小时候做过哪些蠢事 我觉得生活好难 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想你了 你能想象吗 这些话都能得到逝去亲人的应答 他们就像会随时冒泡的微信好友 哪怕他们的肉身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很久 我们仍然可以随时找他们聊心事 寻求建议 或者听他们讲一生的故事 那么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跟逝去的亲人对话吗 或者反过来问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把你的数据保存下来 让自己活在亲人的手机里吗 保存的方法很简单 访问Hereafter 然后注册就会有一个虚拟汽车跳出来 提出各种话题 让你语音回答 这里有上百个话题 从童年到恋爱 从建议到反思 但他们都会以启发性的句式开头 让你接着说下去 如果不想回答 你可以跳过 如果有很多想说的 你可以滔滔不绝 这是我和母亲的故事 如果你在为生活的某件事情 挣扎 我的建议是 最让我惊喜的礼物是 如果有语言 无法形容的事物或者场景 你还可以上传照片 你的第一件礼物 第一件小屋 你的童年照 你的毕业照 等等 总之 你说的或者提供的一切 都会作为记忆 保存在云端 接着 你的亲人 就可以开始跟你对话了 当亲人提出问题 AI就会把保存的相关录音 照片拎出来 作为回答 发给亲人 因为用了你的录音和照片 这些对话也会格外真实 看到这里 你大概会失望 啊 原来并不像科幻电影里 那么高科技 这项技术 并没有意识的重生 更没有人格的建立 逝去的亲人 终究是逝去了 对于活着的人 他只是把亲人的对话 录了下来 然后回放给我们听 而对于逝者 这是他们存在的延续 这是曾经的战地记者 后来的企业家 间谍小说家 Andrew Kaplan 所说的话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孙子 甚至那些不可能 再见到面的后辈们 都能听见自己 亲口讲述的故事 他把自己存进了hereafter 事实上 随着人类的发展 和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悼念方式 一直在变化 在新时期时代 我们的祖先 葬而不焚 把工具 淘气 甚至玉器 作为陪葬 来悼念使者 从秦朝开始 绘画和文字 让墓葬中 有了壁画和墓制 记录死者的身前身后 现在 我们在网上 可以注册 虚拟墓碑 纪念馆 甚至通过扫描 二维码 进行悼念 壁画变成了照片和视频 而墓制这个习俗 一直延续至今 只是可能被写在了 虚拟墓碑上 在日本 一名叫做 Isuko Ichihara的艺术家 创办了 Digital Shaman项目 数字萨满 用贴了3D面具的机器人 模拟去世的亲人 但这个模拟 只会持续49天 也就是一整个 日本传统佛教的 悼念周期 49天后 模拟将永远结束 而Hereafter 通过数据存储和回放 来和失去的亲人对话 这何尝不是科技发展出的 另一种悼念方式呢 可是 科技从来不会停止脚步 有没有可能 有一天 当你想找失去的亲人聊天时 在你手机里 或者在你面前跟你对话的 不是Hereafter这种 应用软件中存好的图片 视频 或者简单合成的声音 不是现在这种 Siri小爱同学时的对话 而是一个个听起来 完全可以 以假乱真的AI复制品 首先 人类对于机器人和AI的研究 不会值得 早在2010年 机器人技术公司 Herson Robotics 就寄一名真实人类的意识 感官 记忆和信念 建造了机器人Bina48 它和人类的外表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度 脸上的32个马达 也让它能够模仿我们的表情 尽管它只拥有半个身体 但它创造了历史 成为第一个完成大学课程的机器人 其次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遗产 异常丰富的时代 文字 语音 照片 视频 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想法 你在网络上任何地方存储和产生的数据 都足以成为AI复刻另一个你的完美材料 当材料和技术都承受起来 影视剧中的幻想 也未必不会成为现实 在黑镜里 Masha 用男友生前在社交软件里留下的数据 重建了一个人工智能男友 上载新生中 车祸去世的Nason 通过上传意识来获得重生 从此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用另一种方式和生者的世界保持联系 天鹅晚戈里 卡梅隆把意识复制到克隆人的身上 让克隆人代替身患绝症的自己 陪伴家人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能创造出无比逼真的数字人类 而这 或许将永远改变我们对生和死的认知 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大谈 被复制的AI作为逝去亲人的替代品 他们是否拥有完整的人类感情和认知能力 但不可逃避的大问题之一就是 让死者的意识永生 这到底是对死者的救赎 还是给生者的迷幻计呢 因为无论科技多么高明 对于某些人来说 这些终究只是复制的虚向 原主人仍然会随着身体的衰老而逝去 而生者却可能抱着这个虚向就此沉沦 无法自拔 而当生者再成为逝者 他们接二连三地选择或被选择 拥有一个虚向 到那时 满世界的虚向中 谁又能被称作是真正的我们自己呢 或许人类的自我合理化 会让我们选择性忽视这个问题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些复制的虚向背后 是存储服务 是硬盘 是运作整个系统的机构或公司 如果有一天你无法支付起 存储服务的费用 或者背后的机构或公司 因为各种问题停止运维 这样所带来的逝者的第二次死亡 又该如何被定义呢 刘慈欣曾写道 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 突然迎面遇到一堵墙 这墙向上无限高 向下无限深 向左无限远 向右无限远 这堵墙是什么 答案是死亡 我们人类正在做的 就是在这面墙上凿一个洞 借着光窥探彼岸的世界 而我们未来想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洞无限扩大 来打通生死的界限 但在打通之前 我们必须思考 这个洞通向的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 不过 人类的大脑是最复杂的生物结构 如今的科技 还远远无法打通生死的界限 说到底 我们目前能做到的 不过是把亲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然后在失去亲人后 反复回发 不管是网络寄电 数字散满 还是Here After的互动形式 都意识着数字科技 正在悄然改变着 我们寄电和缅怀逝者的方式 只是因为AI的存在 这一切变得更有互动性 也更加真实 但又有哪个AI 比人类本身更真实呢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珍惜现在呢 又有什么 比跟亲人面对面对话 更真实的呢 让工具回归工具 让你成为你 这里是Torbook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切都会有什么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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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